记者中丽华台北报道,立法院新会期明天开议,新政院今天召开行政立法协调汇报,与民进党团敲定新会期优先法案共有122案,其中优先中的优先有30项,包括军人及劳工免改,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,新政区划法草案等。 新政院副发言人丁允公在汇报后,举行记者会表示,新政院会整出的优先法案清单,包含振兴经济,智慧国家,绿能气岛,文化台湾,公益社会,幸福家园,政府效能,两岸关系,涵盖八大面,共计共122案。 30项优先中的优先法案包括,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,营业及非营业部分,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草案,延长当冲降税的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二修正草案,行政区划法草案,与年改相关的劳工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, 及涉及军人年改的陆海空军军官室官府一条例修正草案,与振兴经济有关的,包括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,公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,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,文化内容测进院设置条例草案,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修正草案,产业创新条例第十九条之一修正草案, 与资讯安全相关的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,鼓励创新法规松绑的无人驾驶在具科技创新测试条例草案急证, 福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,其余还包括转型正义的政治港案条例草案,财团法人法草案, 弱势关怀的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草案,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,农民健康保险条例修正草案,农业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。